大家好,我是Stan 去年以韓劇 人气冲天的蔡叶吉 因为被爆料控制金正恩等争以后 目前为止也没有发表任何立场文 而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就像之前说过的一样 蔡叶吉主演的电影《雷雷级》登上了票房冠军 而在5月3号开始进行的 《百三亿数据》上人气奖投票 也是高居第一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很多网友们猜测 蔡叶吉是不是也想利用韩国影帝 以便演一样的方式来突破现在的难关 之前红遍整个亚洲的韩流演员以便衡 因为与女团成员模特发生了绯闻 还进行了法律诉讼 而形象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一开始保持沉默的以便衡 虽然后来有上传过手写道歉文 但是大众们的反应还是非常冷淡 不过之后以便衡相继出演 电影《雷雷级》的《马斯特》 《青格莱德》 《南曼三色》 《南三雷普将德》 韩剧《Mr.Chanchein》 后来文电影《Misconduct》 《Magniprocent7》 展现了几乎完美的演技实力 甚至在2016年以《雷普将德》 2020年以《南三雷普将德》 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因此现在很多网友们就觉得 过去就是过去 演员就应该以演技实力来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草耶吉》只是在玩恋人游戏 是金正恩自己在片场捣乱而已 因为本业做得好 所以电影也会成功 人技奖成绩也会很好 对呀 又不是犯罪 演员只要演戏好就可以了 说实话 确实是演得很好啊 但是就算拿下一位 他能参加颁奖典礼吗 应该都是海外粉丝投的票吧 海外粉丝们不知道 《草耶吉》做的事情吗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呢 影片晚虽然发生了那些事情 但是在片场对工作人员们都很好 所以在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 也没有受到很多攻击 但是《草耶吉》控制演员 鄙视工作人员 学历造假 根本就是无法比较 对于《草耶吉》的人气奖异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昨天 乃女子成员 《庆里》的所属公司 发出声明表示 《庆里》与《庆金文》分手了 因为《庆金文》去年退伍后 上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公开表示过 我们能交往这么久 都是你的功劳 感谢你的等待 我爱你 所以两个人分手的消息 真的是惊讶了很多网友们 《庆里》一直等到《庆金文》退伍 《庆金文》在节目上 公开对此表示谢谢 本以为他们能走到结婚 好可惜 《庆里》《庆金文》 是我最姻缘的亲侣 啊 希望两个人都能重新见到新的缘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Y终于合体的消息 昨天除了目前在中国的《庆金文》 有原定形成的卡米娜两个人之外 其他九位成员 陈索敏 金施争 确语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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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诗云 确诗云 金施云 云南云 就像成员们昨天说的一样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次看到 IY站在舞台上的样子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透过highlight成员们观察的 上传照片的类型 首先成员们上传的是这张照片 第一 Undujun 管他上下会不会被剪掉 直接按照IG的自动剪辑上传 第二 Yang Yusup 就算要剪辑掉专辑名 也要留下全身的照片 第三 Iyewang 就算剪掉我们的脚 也要留下专辑名 第四 Sundong 就算剪掉我们的腿 也要留下专辑名 所以 如果大家是IDOL的话 自己会是哪一种类型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